那法官是按照这个对于郭先生的这个指控逐一来宣读的 那他说的是这个指控一是有关于RICO的这个指控 他的宣读是有罪guilty 指控二写的是这个供谋 然后写的是这个电汇的欺诈和银行的欺诈 然后说的是guilty有罪 然后指控三是这个供谋 然后是有关于洗钱的 然后写的也是这个guilty 指控四呢是供谋 然后有关于证券的这个欺诈 然后也是guilty 第五项写的是有关于GTV私募的这个电汇的欺诈 那是无罪not guilty 第六项是有关于GTV私募的这个证券的欺诈 因为第五项是电汇 然后第六项是GTV私募的证券 然后也是not guilty 然后第七项法官读的是有关于这个农场的这个借贷项目 然后电汇的这个欺诈 然后这个法官宣读的是guilty有罪 然后第八项是有关于农场的借贷项目的这个证券欺诈 有罪guilty 第九项是有关于Gclubs 然后写的是这个wire fraud是电汇的欺诈 然后写的是guilty 然后第十项法官读的是Gclubs 然后security fraud证券欺诈是guilty 十一项是有关于新联储的指控 然后是guilty 然后这个十二项是这个非法的这个货币的这个交易 然后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跟海曼基金的这个意义相关的 那么法官宣读的这个陪审团指控是not guilty无罪 那所以在这个宣读之后 法官有向这个十二位的这个陪审团成员给到他们麦克风 让每一位陪审团成员都确定这个是否是他们的这个裁决 所以呢 法官是逐一的去询问了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 然后直到十二位陪审团的成员都确定这是他们共同的这个决定 然后再到法官去询问这个双方 对于未来的这个双方可能会发布一些动议 然后包括这个在这些指控有guilty的情况之下 会有量刑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时间 然后也法官也今天给了一个宣布